實在就是S.U.M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核泰汽車阿韻 又在這裡跟各位見面了 阿韻今天在這裡要跟各位介紹一台車子 它就是 B&W的Z.Ball B&WZ系列的意思非常悠久 我們最早可以從1987年開始亮相 那時候是屬於Z.1 Z.1它的外型是帶有獨特式的升降式車門 接下來是1995年 我們的Z.1開始改款為Z.3 Z.3它的造型是有點圓潤的感覺 那其實最經典製作是從2000年開始 為什麼會說經典製作呢 因為它隆登上的好萊塢電影 007 黑日維基 詹姆士龐德的座駕之一 所以它那一代是非常經典製作 接下來從2002年開始 我們的Z.4 就是我所要介紹的Z.4 它第一代開始產生了 其實就是我剛剛所說的Z.3它的繼承者 Z.4 我們目前為止已經經歷了 總共出了三代 那我等一下所要介紹的是二代Z.4 那一代Z.4它2002年開始誕生 一輛像其實它非常的驚為天人 賣得非常的好 像我們現在今天的主角是二代Z.4 它誕生於2009年 那我剛好介紹的也是2009年 我們來到了現場 就是現在所看到這台 它是2009年 BMW Z.4 35i 當初所設計啊 它設計就是長車頭 短車尾的設計 讓我們這樣子看起來 非常的霸氣流線感 然後它的超駕感 它一樣有它的使用模式 換檔撥片 可以去享受你要的感覺 你要的速度與機型 然後剛好這台35i啊 它的引擎構造採用 直列六缸、渦輪增壓 它的馬力有300多匹 最大扭力可以長生到40多公斤 直線加速0到100 只要5點多秒 6秒內就結束了 完成0到100 它目前來說的話 最大重手接觸是23i跟35i 那其實大家可以接受的幾乎都是35i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那23i啊 它其實它是2500cc 它的稅金 跟這台35i是腳一樣的稅金 所以說我們 亞洲市場啊 大家都會覺得 欸 35i一樣的稅金 又馬力又直上300匹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選擇35i是 最划算 最保值的一款車 好 那假如各位有喜歡我阿韻的介紹的話 那歡迎來核泰汽車找阿韻 實在就是 SUM